下一篇呢 談到這個刑訓篇 你看齁 從史記篇 然後再來是作戰篇 你回顧一下我們一路這樣走過來的觀念 你看每一篇每一篇彼此間是有關聯的 史記篇告訴你 你一開始打仗之前先看的東西內外 再來第二篇作戰篇在談什麼 談經濟 打仗是打錢 你想辦法要用對方的資源 讓你越打越有錢 第三篇談謀工 謀工談什麼 你要有權的概念 要不佔的確認是兵 權的概念就是自己要保全自己 越打呢 越打 所以不打得好 越打的話吸收的資量 吸收的這些能量越來越多 所以越打越強 第四篇談什麼 行篇 要打的時候你要先有行 然後開始要養成你的實力 第五篇開始談什麼 有行的話就有勢 因為行的變動就產生奇漢症這兩種勢出來 所以有這個勢篇以後呢 就開始談 既然有行有勢的話 總括而言的話 一個基本概念就叫虛實 所以虛實的概念就攏掛了所有的一切 所以唐太宗來講說 兵法不過虛實二字而已 那有的虛實以後呢 兵法的戰略上頭的概念 基本上已經到達一個高峰 就開始談戰術的程式 有的戰略以後開始談戰術 戰術的程式第一篇就開始講 就是第七篇講什麼 講軍政篇 軍政篇談我們上禮拜所談的概念 一遇為水派為例 軍政篇講完以後講這邊 今天講的第八篇就講什麼 講這個九變篇 九變篇告訴你 將領要能夠應變 應變是來自於你要小得厲害 小得厲害 然後將領要有非常凌變的一種心 所以讓敵人不可捉摸 所以將領不可以舞弊 不可以什麼東西 非什麼樣不可 生活習慣不可以讓人知道 不可以輕易上美光燈 就這樣隱藏起來 這樣隱藏起來就等於在隱藏國家的實力一樣 現在有了這樣的基本的過去這幾篇的概念以後 緊接下我們來看行軍篇 未來這三篇 這講行軍 地行篇 行軍篇 地行篇 還有九地篇 就是九 十 十一 連續這三篇 所以行軍篇是第九篇 那麼第九篇講完以後 第十篇 再來是第十一篇 第十二篇是火攻篇 第十三篇 最後一篇就是用劍篇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行軍篇 儲君相敵 什麼叫相敵 相敵的事情 你看我們相命啊 只有在相 面相 心相 相篇 這在看這個人的長相 那你現在這個相敵是什麼意思 就是看敵人的形象 也沒辦法去相出這個敵人 他到底躲在什麼地方 那他的這個 這個地方就是在偵查敵方的這個軍力的部署 行軍篇 那麼孫子說 反楚君相敵啊 絕山一谷 絕山就是穿越 穿越這個山 旁一的這個這個山谷 世生楚高 世生這個生指的是像太陽一樣的那種有能量的 有生命的那樣的東西 所以你要想辦法讓你的軍隊駐紮在有陽光啊 然後能夠面向陽的 面陽 向陽的這樣的一個地 地帶 而且要楚高地 因為呢 前一篇所講的匹地物色 匹地物色是你在低屍的地方 很容易呢 這個士兵會生病 那所以要世生楚高 然後佔龍物爭 龍就是高 佔龍物高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打正的地點是高處的 尤其是對手如果在高處 你要這樣看跟對方打的話 這個樣的話 千萬不要上去 因為對方從上面打下來 是具備的絕對優勢 除非你是上面打下來 你的糧草放在下方 所以你上方是沒有糧草 下方人家就容易把你糧草截斷 所以如果對方是有備而來 從上面攻下來的話 處山 處在山地的這樣的軍隊 你處在山上的軍隊 你應該遵守上面所講的這樣的一種原則 所以如果對方是比你更高的話 你養攻的對方呢 很不利的 這樣的幾個道理呢 是所有在山地裡頭出沒的這個軍隊 所應有的基本的原則 所以絕水呢 必遠水 所以你過水的時候呢 一定要過一條河流 那你一定要呢 離開這個水 不要靠近這個水 客絕水而來 對手如果超過這條河流而來的話 不要營自於水內 不要對方在這個水的 在你水內的地方 好比說對方的這個 在水面上的時候 你在水中跟他相遇 這樣的話 你也沒有什麼優勢 而要怎麼樣 而讓他步到一半的時候 你在打他 這樣是有好處的 所以想要戰的話 負於水而應客 不要呢 在水裡頭跟他相遇 除非你有海軍 那個時候沒有海軍的概念 所以士生儲高 物影水流 是儲水上之軍 這個就是 上面是講儲山之軍 下面講儲水之軍 這個都是在講呢 在行軍布陣的時候 碰到各種地形的時候 你應該有一些基本的原則 像這個原則 絕赤澤 赤澤就像那個沼澤一樣 你要過這個沼澤的話 要急去物流 沼澤地帶很危險 這很快通過 如果 如果焦距於赤澤之中的話 必依水少而備重數 如果在沼澤地帶跟對手交戰的話 你一定要靠著水少 那備的重數 此處赤澤之軍業 所以這些都是 處各種不同的地形當中的應該注意的事 處平易 平路 處易 而右背高 前死後生 此處平路之軍業 這是處平地這樣的軍隊應該做的事 凡此四軍之力 這所謂的盛四地 這個是我們現在比較難以想像的 基本上呢 他講的說 所以凡軍好高而誤下 我們喜歡在高地 那個地方比較向陽 比較有很多的可以養生 可以避陰器 可以跪陽級的地方 所以要跪陽而見陰 養生而處食 軍無百級 視為必勝 所以讓軍隊保持一個很好的狀況 然後丘陵提防 必處其陽 你看 他都不斷強調你要處在陽光面 而右背之 右背就是你右手邊靠著牆壁 靠著山石 讓你能夠面對的這個陽光 這個是軍隊有力的 是地形可以幫助我們的 上雨 如果上游有下雨 水墨就是水啊 這個水墨字就是下雨下下來 那想要過這個河流的話 一定要等到下雨停了以後才過 否則的話 上游如果下雨的話 很容易那個水就流到下游 你人從下游這邊過的話 會碰到很大的水 你看這些東西都不是我們在一般管理 在這個世界裡頭熟悉的東西 所以我們很快幫他講過 所以凡帝有絕見 有天井 天牢 天羅 天羅 天線 天系 所以很多的軍隊的概念 我們跳過去 很快的就要通過去 不要去背這些東西的所限 所以我們要遠之 要想辦法讓敵人去靠近這些陷阱 所以讓敵人背對的這些陷阱 讓我們面對著它 這樣會對我們有很多的好處 你看這些都是行軍 已經有的基本的一些法則 軍行有賢主 黃景 霞尾 梨木 慧翠也 那必謹慎父所知 此伏堅之所處也 這講這些地形要小心 那開始向敵了 敵盡而盡者 士氣賢也 為什麼敵人很靠近我們 而經常都很安靜 因為他靠什麼 他為什麼不講話 不發出聲音 因為仗次的他 隨時可以攻擊我們的一種險要 遠而挑戰者 欲人之地敵也 那為什麼遠 為什麼在遠的地方而你挑戰他 對不對 所以想要 想要 進一步去接觸他 其所異居也 居居者立也 想要更進一步的話 那是對他有好處的 種樹動者來也 看到樹在動的話 有人來 看到種草有很多的屏障 那是懷疑 鳥騎者扶也 那個鳥啊 如果突然間飛起來 那大概有埋伏 那如果野獸驚恐的話 那邊大概都有重大的軍隊的埋伏 成高而銳者車來也 卑而廣者圖來也 就是你這個灰塵 有多高 有多低 背後都可以研判出來 如果散而調打者 喬才也 這個我們現在很難想像 這個灰塵的形狀 有各式各樣的形狀 如果掃而往來者 是迎軍也 好 這個地方請各位了解一下 持卑而備者 禁也 有人講話很謙卑 很客氣 而有所備的話 你要了解 他圖的是要前進 圖的是要搶奪 這個是很合理的 在心理學上來講的話 有人跟你講話 非常刻刻氣 這樣一直看在你 非常謙卑 很客氣 然後有備而來 知道他什麼東西都準備好 有備而來 事實上這個人 主要已經準備 表示他的意圖 是非常旺盛的 隨時準備禁喜我們 所以上回也跟各位通過一個這樣的想法 就是說 如果有人對你很客氣的時候 越對你客氣 你就越加小心 為什麼人家對我們那麼客氣 我們又不是有什麼職位 有什麼位高權重 為什麼人家對我們那麼客氣呢 是不是 所以你要了解 越是對我們客氣 代表他心裡頭可能有所謀言 有所禁也 那持強而禁虛者退也 有人如果講話很強悍 然後隨時準備要前進的話 反而代表他以禁為退 他隨時準備要退 這個是心理狀態 各位同學揣摩一下好不好 你要退 要退了讓對方不會有空隙來追打我們 所以要退的話 要故意假裝 假裝我很有力量 所以我要退 告訴你 警告你 我不是怕你才退的 是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你不要追過來 是有這個意思的 所以你看到有些人 這個意思是有些人 慈悲而備者 事實上他是想要進 慈強而進去 事實上他想要退 相反的心態 所以他做出煙幕 清車先出 其撤者正也 這很多這些軍事上頭 無約而請和者謀言 事先沒有約好 而突然間跟你講 我們來和啦 這是他有所謀言 奔走而振兵者呢 其也 奔走而把這個兵隊 把他給這個 這很多的故事 這個 半進半退者誘也 一向進而退 正在引誘 仗而立者隱也 極而先移者可也 見立而不進者勞也 鳥極者虛也 夜呼者孔也 你知道兵役裡頭 什麼事都可能發生 你突然間在半夜的時候 聽到阿兵哥晚上睡覺的時候 突然間驚恐 大叫 那是因為大概軍心不穩 軍心就受到一些驚慌 恐慌 這代表這次軍隊也受到某些心理的創傷 軍饒者將不重也 為什麼你整個軍隊會很擾亂 因為你的將領治軍不重 經濟會動亂者云亂 立怒也 是因為眷 數碼肉食均無玄良而不反其色者窮厚也 隨時準備要離開窮厚也 既許與忍者也 施眾也 這個比較詳細的解釋 請看一下課本 這些東西都在講有各式各樣的狀況 讀課本會講得比老師還熟 因為這些東西都在講 行軍的過程當中會碰到各式各樣的狀況 因為我們不打針也不行軍 所以講這個東西大家會比較難以呼應 那我這方面我也比較不熟 好 現在開始講比較熟的地方 兵非易多也 你不要戰士的 你的人數比較多 你就一定會打仗 一定會打勝仗 兵不是要講你的人數多寡 你不要說你的戰車是敵人這兩倍多 你的人數敵人三倍多 你有多少部飛機等等這些東西 兵不是在靠哪一邊 在算說哪一邊人數比較多 唯武武器 而是希望你不要非常的魯莽 然後很魯莽輕易的 就採取一些魯莽的行動 最重要的是什麼 要定力 料敵 取人而已 這句話請各位同學背起來 請各位同學背起來 兵對不是在比誰的人數比較多 重要的是不要貿然武進 什麼東西就夠了 最重要的就是三件事 其實你想想看你打球也是一樣 你想打勝仗的話 三個東西 一個東西是什麼 病例 病例是什麼意思 球員12個人 一支難球隊12個人 你有沒有辦法把他們力量 把他們合併起來 那就是說你要連結這12條心 成為一條心 這叫病例 料敵 料敵就是你要派情報 你要蒐集對手的這個優戀 然後你要蒐集情報 了解對手 了解一賽場地上 了解裁判的是誰 是不是 病例 料敵 取人 取人就最後一步了 就在戰場上 你確實可以把對方把他給拿下 所以說出來就三個東西 病例 料敵 取人而已 那如果沒有任何這方面的考慮 而非常的 這個 異敵是什麼意思 非常就 異敵什麼意思 異敵就是 很輕忽敵人 把敵人看扁了 異敵 把敵人看得很容易 所以 唯無武律 唯無律 又異敵的話 那個 異敵於人 所以如果 沒有好好的 身世熟慮 又很容易看清敵人 把敵人look down 這樣的 軍隊的話 是很容易被人家 打敗了 被人家勤走的 所以基本上 這個 無律而親近 異敵於人 這段文字 就講 前面行軍篇這樣一路過來的話 告訴我們說 整個 兵法其實說穿的就是三個層次 然後呢 既然是如此的話 在行軍打戰的過程當中 一定會牽涉到帶領部署 步行 帶領部署 從某一個地方 推進到另外一個地方 在這個過程當中 一定會部署 一定會 行軍過多他一定會腳痛啊 有時候會感冒 有時候肚子會痛啊 有時候部署 這個 士族他的心不穩 這樣你身為將 你身為幹部的話 你要了解底下 我講的這個基本概念 這個概念很重要喔 士族部署如果還沒有真的心 心意跟你非常的接近 心還沒有向著你之前 你就處罰他 因為他犯錯你處罰他 我告訴你 即使他犯錯了 和他心 如果還不是跟你非常的接近的話 你處罰他 他都會對你埋怨的 所以說 如果族為親父而罰之的話 你罰是因為當然他犯錯了 不得不罰 可是這個時候你要知道 然後心理上頭來講 他是不服的 那一個部署如果對你不服的話 這個部署就很難為你所用 那如果士族部署已經親父於你的 跟你很同心啊 而罰不行 罰不行什麼呀 居然沒有辦法罰得了他 怎麼講叫你罰不了他 你處罰他 他抗議 因為我們已經那麼親了 老闆你為什麼 我幫你打天下打那麼多 我犯了這麼一點小時候 為什麼你要得怪於我呢 我們對於那麼親近呢 你懂的意思嗎 人親的話很容易就很容易 有這樣的一種輕視 太親近這個老闆 老闆你說你要處罰這個部署 你臉拉不下來 有沒有 有沒有這種親近 好比說爸媽非常寵愛大兒子 把大兒子視為一切所託 大兒子犯了錯 臉拉不下來 臉拉不下來是因為 他內心裡頭 他覺得太疼愛這個孩子了 所以不忍呢 不忍處罰他 連擺個臭臉眼看都捨不得 是不是 那還有一種其實是什麼 因為很寵愛他 所以你如果要處罰他的話 他跟你翻臉 一方面你可能處罰不了他 二方面可能是 你處罰他他跟你翻臉 為什麼你敢翻臉 為什麼他敢翻臉 你翻臉的話 你要處罰他 他就跟你抗爭 他把你車子開出去 是不是 亂標 把你鑰匙拿走 你也不能能耐他 因為他是你兒子啊 是不是 所以這叫罰不行 足以欠腹而罰不行 則 各位他下的結論是什麼 碰到這樣的部署的話 這種部署是根本不可用的 所以這兩句話 我不知道各位同學聽得怎麼樣 但是給老師這樣的年紀的話 是有很大的啟發的 就是以後 你如果到了一個新的單位去上班 各位同學 人家說新官上任 三把火 你不要迷信這個 你一上來就開始放火 我告訴你 你不小心會燒到你自己 OK 你不要隨便放火 放火的結果 如果我們的部署 我們的新的這些 這些 剛開始跟你相認識 不多久 你開始處罰他 因為你的犯規嘛 我處罰你 這個時候你不給他任何一點什麼 任何一點恩信 我按照規矩的形式我沒有錯 可是對不起你犯錯 你犯了很大的錯 什麼錯 就是主啊 為親父而罰之 他不會服你 因為你是誰啊 你憑什麼罰我 是沒有錯 你是他的經理 你處罰他 因為他犯錯 你處罰他 可是因為你跟他不熟 你沒有施恩過他 你沒有照顧他一天 你處罰他 你罵他 內心裡頭 他表面是服從 他內心頭不會服你 這是人性 所以孫子平法裡頭 是講很多的人性的 你要牢牢記住這個概念 所以你要處罰一個人之前 你一定要對他已經很有感情了 你要對他 對方已經有一點恩信了 就有一天他犯錯 你講他 你罵他 他會覺得說你講我是應該的 所以我不會抗議 我不會不服你 所以如果說 他跟你還不太熟 他犯錯 你服他 你罰他 他絕對不服 不服的部署 你是很難用他 你很難對他罰好實力 這是第一種情形 第二種情形 你已經跟他很熟了 然後他也很服你 平常很服你 可是處罰他 既然那麼熟 為什麼還處罰不了呢 一方面是你自己的修為不夠 你應該拉臉下來 你也沒有拉下來 另外一方面是 對方居然認為說 我們那麼熟 你幹嘛 我立那麼功給你 為什麼要處罰我 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這個部署是根本不可用 好 討論 為什麼 你同意嗎 你可不可以舉一個例子 那這個對你們 在說各位在公司上班的人 有沒有幫助 當經理的人 那這個給我們什麼啟發 你要處罰人之前 你一定要先給對方恩惠 你知道嗎 這個是人性 像以前有一些 有一些長輩 他不輕易 責罰晚輩的 我小時候看 為什麼都那麼客氣 對晚輩 都不願意責罰他 私底下會講說 我們也沒有照顧人家 也沒有給人家什麼好處 你這個時候 即使他錯了 你去罰他 你罵人家 那會產生出很大的問題出來的 你知道這個道理嗎 這個道理 孫子兵法在講這個道理 所以你作為幹部 你作為經理人 你要管你的部署 為什麼他會碰到 你管部署部署不聽 你會碰到這種狀況 當然原因很多 但是呢 基本上 他列出這兩個出來 就是你跟他還不熟 那這邊一個註腳在這邊寫 他說恩信已恰 若無違法則交度難用 各位同學 你還沒有先建立起信 這個信是什麼信 不是威信 各位同學在講什麼信 恩信 所以你要能夠在部署面前 能夠立威之前 你一定要先立恩信 你當經理人 不管你是什麼樣的經理人 什麼樣的領導者 你要先部署 要先對他立一些恩 而且我開給你 你一定 給你放假一定放三天 給你加薪加多少 我幫你爭取什麼樣的東西 這些恩信要先立起來 恩信如果已經完備了 你處罰他 那部署基本上正常的部署的話 他一定會覺得說你處罰的應該 因為我犯錯了 恩信如果不備 你處罰他 他絕對不會服 那有一種更加惡劣的方法 是恩信已經被了 你處罰他 他還是不服的話 孫子的結論是什麼 這種部署是根本不可用 同不同意 為什麼 不同的感恩 不同的感恩為什麼就不能用呢 四重合交 四重合交為什麼不能用呢 他很有能力啊 他是我們這個業務的明星耶 沒有他的話 我們的業務就垮了一半耶 我們在球隊打球的時候 不是經常有那個 四重合交的明星球員嗎 他經常一場球下來的話 他拿一半的分數 或是三分之一的分數 他不上場的話 我們在球隊住宿無遺啊 所以教練對他很客氣 對別人很兇 所以對他就很客氣 各位同學 在孫子的眼光來看的話 如果 他已經領受著球隊的很多的恩信的話 而今天他犯錯 教練處罰他 他不服的話 孫子說這樣的球員是根本不可以用的 一定要把它給割除掉的 你們同意嗎 為什麼 還是你們不同意 是 因為 這樣的人在團體裡面 他會 動搖到整個 體制的運動 就在他身上就會有很多特例 就很多事情都要僵就著他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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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著他 想幹嘛 這樣的話 整個團體裡面 大家的那個 心就不會一直到 可是業績他撐一半啊 所以很多的經理人 不明這個道理的話 都會爭取這點閉嘴 那部署抗議 啊沒關係啦 隨他啊 啊業績那麼高 好啦沒關係 啊你要抗議 你業績衝給他高 比他高好不好 那就講很多這種廢話 那這種經理人這種幹部啊 那這種經理人這種幹部啊 或者這種管理者 基本上本身就不懂得這種道理 那請問你同意嗎 那剛剛我們是 這個孟臣同學講的是很有道理啊 請問你同意嗎 還是你還是認為說 欸他很重要耶 他業績一半耶 或是業績我要去看他啊 所以他視從而交啊 他根本也不把你經理看他眼裡頭啊 是不是 來 是啊你這樣講是沒有錯 可是很多的主管 我就看到很多的主管 或幹部 或是主任 或是院長 或是什麼長 可能連這個概念都不懂 噢等待時期 但是你還在 你看到沒有 還要等待時期啊 是不是 他已經違反到整個團隊的紀律了 很多的管理者不懂這個道理了 就對他還是一樣爭一子隱蔽一子 等待一個處罰的時期 是 所以你要借重群眾的力量才能把它打掉 對 非常多 大家都等著 那不知道等多久 不一定啊 在這等的過程當中 請注意 在這等的過程當中 你的軍心 是不是慢慢慢慢在患散當中 更何況不知道還要等多久 更何況不知道還要等多久 很有可能就等永久了 等到有一天他取代了你的 你知道嗎 真的有可能是這樣子啊 那這個就整個 就乾坤顛倒了 日月就顛倒了 他在講這個道理 你們同意這種概念嗎 這 是 我們要想辦法教化他 把他導正 他是一個 被我們培養出來的快樂 我們不能把他丟出去太多 所以只要說我們去教化他 是要教化 結果教化有沒有成功 對 因為他 是 對 所以你們想教化我 等多我教化你才對吧 是吧 那你們這個組織會變成 變成什麼樣的組織 在這個過程中 你們的組織變成什麼 你有沒有發現 是 像那個人 他已經 他已經 自己的協議 就挑釋了 那他已經整個 騙了他 這個人 所以老闆就說 是 是 是 所以他已經 親父於老闆了 而罰不行 孫子難道講錯了嗎 這樣的人是不可用的 可是有 太多太多的經理人 很多的老闆 因為是業績的關係 還是繼續用 整個團隊 你看整個團隊 就因為他一個人 慢慢慢慢就要換算下去 那你們的看法怎麼樣 我跟你講 這樣的人 叫做交 交墨 這樣的人的話 他可能會產生 你繼續這樣下去的話 除了整個軍心 換算之外 他可能會創造另外一個 非常大的風險 因為 他知道整個公司 整個單位的業績 是看他一個人在表現 對不對 所以 他一個人會創造一種風險 就是他 就離死跳出去的 然後他把整個公司的業績 他一個人就全部把它帶走 這種故事你沒聽過嗎 他一帶走的話 是帶走你整個公司 整個單位的所有的業績啊 所以你整個公司 你整個單位 由於 對於這種基本道理的不解 又於業績的這種形式上頭的壓力 其實你股子裡頭已經被他掏空了 你不知道 你還以為他把你撐了那個股價 裡頭是 沒有 股子是非常緊密的 其實裡頭已經股子疏鬆了 所以有一天 他如果看到實際成熟的話 他一個人跳出去 所有公司的業績 就整個被他帶走了 你的公司 整個就陰生而垮了 你還在容忍什麼 本來如果他真的是靠他個人的話 他個人比公司還強 他一個人比公司所有都還強 而且他對外面是靠他個人的面子 事實上這個團隊的組 已經不是你這個老闆了 是他 是他才的老闆 但是如果他在當老闆 你怎麼憑什麼生他 你憑什麼生他 因為發後勢力應該是他 今天你們每個人都還有薪水可以領 公司還能夠正常營運 不是因為你們的招牌 是因為我個人 好不好 是不是 是啊 他應該獨立出去才對嘛 因為他今天多留一天 在公司裡頭 事實上傷害了 是每一個公司的員工 傷害是怎麼公司 各位同理你知道這種道理嗎 我發覺 我發覺我在很多不同的場合 我用這種道理去觀察 我發覺 十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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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個領導者裡頭 看有沒有一個懂這種道理 而懂這種道理 他立刻就不許這種情形發生 一百億或是 一百億 你們要知道 你現在開除他短期之間 你損失了一百億的業績對不對 可是由於斬掉這個毒瘤 雖然流了很多的血 你到醫院去動了一把大刀 所以把這個毒瘤把它給斬斷了 可是呢 你要不要住院要住兩個月 要把這個營養把它補回來 這是必要 那五年都還沒有恢復的話 那這家公司的組織 對 可是代表這家公司 就是 那麼多人 所以 今天如果這個毒瘤不繼續 不把它做處理掉的話 這公司啊 用各式各樣的方式會 會回開掉 你知道嗎 所以你看 那個以前有一支球隊啊 像我就知道像日本的球隊 日本的那些球隊的總教員 其實是非常清楚這種道理 絕對不允許 隊裡頭有任何名其球員 不遵守團隊的規律 他違反的話 一定照法播 為什麼日本可以做到 為什麼台灣人說不到 你說的話 為什麼說不到 就是因為我不懂這個道理 不懂得這種人繼續留存下來 不施加以紀律的話 他是對整個團隊的損失 那如果必要的時候 這個球 這個球員如果不願意接受的話 寧可這個明星球員不要 換來是整個部隊的士氣大聲 反而能夠打勝戰 以前有這種故事不知道嗎 所以他在的時候反而打不了勝戰 但是一個人讀贏啊讀完啊 他一個人可以拿40分 可以拿50分 所以球隊還是輸球 今天如果他拿掉的話 雖然沒有明星球員 球隊反而可以贏球 沒有人得40幾分 每一個人都常常可以拿10分10分10分 我還是可以贏球 而且這樣還可以長期贏球 你們球隊有沒有這樣的概念 有沒有這樣的故事 有沒有看過這樣的故事 沒有看過這樣的故事 就是繼續容忍這樣的人 違非做難 所以球隊一定沒有士氣嘛 絕對沒有士氣 你不要說日本懂這道理 美國人也懂這道理 我說你O'Neill要犯錯的話 他教練造不造罰 Kobe Bryant犯錯會不會造罰 不會哦 你們忘記了嗎 真的不會哦 是總教練沒辦法 是總教練 我跟你講啊 你們有看過他練球不到 造罰不誤 有沒有這種現象 會不會有 那時候是陳斯 球團罰他 那是什麼 球團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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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罰了什麼 全美金端 上回不是有一個故事 其實我覺得美國人是很懂這個概念 美國人他會 是紀律 團隊紀律高於一切的 那應該舉一個 那應該舉一個 可以看一下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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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如果MBA是這種風氣 MBA絕對不可能長久的 他絕對打不了腎臟 他絕對打不了腎臟 不能打不了腎臟 那是最近這一季啊 才這樣子啊 最近這幾季都這樣子 所以就是看一個Kobe Bryant 他們有個教練可以造得了他 因為 因為 因為我換的是整個 整個球隊的靈魂 是啊 可以啊 嗯 但是如果說要治得了你的話 他一定要想辦法 讓你能夠服從團隊的紀律 可是一般 如果說其實換一個可以治得了你的話 他難道他的業績可以保留 他一樣可以 有這個紀律嗎 天底下沒有誰是不可或缺的 這個是只有領導者他搞不清這種道理 沒有誰是不可或缺的 我都看過好多這些球隊的老闆 或者是 或者是這些教練 有哪一個球員犯了天條 犯了不可原諒的錯道 一樣照常開悟了 一樣開除了 好 像這方面美國的像職棒或是直男是常見的故事 像AD 那個 那個羊肌隊那個吸毒的那個 第四棒那個叫 ROA ROA ERR ERR ERR他是 YONKEY的核心球員啊 吸毒啦 或是吃禁藥啊 照常罰啊 寧可讓他整個球賽禁掉啊 還是一樣啊 那現在他少了一個大棒 羊肌隊可以拯救著整個球隊的靈魂回來啊 這是聯盟法 這是聯盟法 好我再告訴你這個意思 所有要進羊肌隊打球的人 不管你有多套牌 每個人都一定要理平投 理這種像這種投 其他球隊總統都沒有 我要放到羊肌隊的前提就是 你要遵守我們是球隊老闆兵下的規矩 因為沒有例外 今天有哪一個人敢例外 這叫做 這叫做球隊的魂魄 靈魂絕對不允許任何人 是 怎麼講挑戰 就是 沒關係 沒關係 楊肌比其他的球團 給的薪水好像不理好 他為了那個薪水他給你 所以他是先親父 是啦我知道這個歷史可能不太好 但是 但是 這個歷史不太好啦 因為只是頭髮而已啦 只是頭髮而已 這個歷史不太好 因為 因為如果說你哪一個球員 有這樣的現象 就是說親父而犯錯而罰不行 根本不能用 因為你毀損掉的是整個球隊的 那個魂魄你知道嗎 這是 基本的道理 像好比說美國的那個 那個經常在美國國家籃球代表隊 去打那個世界盃的那個K教練 你們不注意到 K教練 大概還沒有我注意到這一塊 因為他們 裡頭球員通通都是NBA的球員 才打國家隊的 犯錯一樣的 我的話這個球隊不能夠服人 教練如果不能服人的話 就不用打仗了 這個 基本的原則 基本的原則 那這一塊的話呢 一定要維持這樣 這個軍隊都可以是如此的 我的話就不能夠 這個 沒有 沒有 戰力 好吧我們今天的時間到了 我們就先講到這邊 下禮拜再見 謝謝